大家好 我是Sanggui 大家好 我是Sanggui 金針菇 大家好 我是Sanggui 對 沒錯 這是最後一隻 赤布 因為我要搬家了 現在已經是把一些東西 搬到新的家 所以現在有點奇怪 就有那個回憶你知道嗎 因為太空了 好 那我今天想要邊吃東西 然後邊跟大家聊一下我的近況 但是我現在太餓了 所以先吃一下我這個晚餐 我今天要吃的是蛋餅 雖然蛋餅是早上要吃的 但是晚上吃的話更爽 超好吃的 這一間是我最近愛上的一間店 叫 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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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餅店 我記得這個蛋餅應該是台語的 台語的什麼 蛋餅 蛋餅 什麼意思 稍等一下 哦 對對對 稍等一下 蛋餅 這一間的蛋餅店 就是超適合晚上的時候吃 因為它的蛋餅真的超級 超級厚 很像蔥油餅的那種感覺 然後裡面的蛋還有高麗菜 裡面還有豬排 然後最重要的是 它裡面有一個醬 是小魚乾的醬 所以真的吃起來超級超級爽 這不是業配喔 蛋餅真的很厲害 怎麼翻譯的 聊一下最近的近況 因為這一間就是這個 黃屋 簽約到八月底 所以我一定要搬到一個新的家 然後而且這一間沒有窗戶的關係 比較不太適合我這種一個人生活的人 還是需要一個太陽照著我 所以想說我搬去一個比較採光好的地方 我就找了一間 比這裡好喔 超多人問 有窗戶嗎 有對外窗嗎 有什麼陽台嗎 對 都有都有 還有 繼續吃蛋餅 它真的是好吃到不捨的吃完你知道嗎 還要慢慢的吃那種 然後我最近拍了一些比較偏向台灣文化 韓國文化的主題的影片 看到了很多人在下面留言 很想面禁珍谷的吃飽 你還會拍嗎 對我一定會再拍 這雖然是在這個黃屋的最後一篇吃播 但是我會在新家拍更更厲害的吃播 其實這個小魚乾的醬 它在韓國也是蠻普遍的醬 所以我覺得真的蠻適合韓國人的口味耶 真的超好吃的啦 我還有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 我接下來的一個月 不會在台灣 也不會在韓國 我要去美國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有美國的夢 就是很想要去美國體驗 剛剛那麼大的地塊嘛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 我的唐姐住在美國 我想要去找他 跟他一起生活一個月這樣子 但是我還會在美國拍一些影片 所以大家不用怕不用怕 我還是會回來喔 畢竟我簽約了一個新的家 只剩一半 好難過 蛋餅真的是一個完美的食物 真的 怎麼這麼好吃啊 其實每次吃蛋餅的時候 你一看他 會覺得 嗯 這個會飽嗎 但其實每次吃完一定會 喔 還好我只有點一個 有嗎?大家也有嗎? 我把衛生紙也放過去了 所以沒有衛生紙可以擦耶 好舒服喔 舒服喔 你們應該都知道 韓國沒有早餐點 我們都是在家裡 媽媽會幫我們煮 或者是自己煮 泡菜鍋啊 大醬湯啊 海苔湯 大家很熟悉的韓式料理 都是我們早上會吃的 而且一定會吃飯 不然我們會說 你沒有吃飯 你怎麼 要生活一天這樣子 但是台灣有 很多 很多早餐店 你可以吃到一個 很熱騰騰 現做的一個食物 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你知道嗎? 奶茶也真的很好喝耶 最後一口了 吃完啦 這一間真的是 好吃到最後一口的那種店 所以大家如果路過吃到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 真的蠻好吃的 蛋汁 蛋汁 小等一下 我在經營Youtube初期的時候 我播了很多吃播影片嘛 我相信很多人是因為 吃播的影片 才認識到我這個頻道 所以呢 吃播路 사랑받的 만큼 好看的吃播路 大家可以參與一下 有一點 有一點 對 現在有一點感情有一點 奇奇怪怪的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 一個人拍吃播 然後拍了一個一年的影片 所以還是有一點不捨得 離開這邊 但是如果大家在租房 看到這一間房間的話 千萬不要租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希望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我之後還是會 很努力的拍更好看更好玩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大家說我的影片好看的時候 我會很開心很開心 很開心 然後很幸福 有你們 有你們 我怎麼不會倒下氣 好 好 再次感謝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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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 好 好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